请我们等你 感谢凡人游喜 线下婚恋服务中心 为本节目提供的嘉宾 那今天来到节目中的 这一位男嘉宾很年轻 32岁是一个创业者 但目前已经创业小有成就 月入雇万 也是有车有房了 可以说是做好了结婚的打算 就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寻找到一位有缘人 那么男嘉宾是谁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 大家好 我是这一期的男嘉宾 我叫曹徽宁 来自重庆雍川 32岁 主要从事的工作是销售 在西小铺买收银机和收银软件 月收入一万块钱左右 本期这有男嘉宾 曹徽宁 32岁 身高一米六九 职业收银系统经销商 月收入一万元以上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感情经历 有一段持续了三年左右的感情经历 但是其实上大家性格都比较好 然后已经到了唐昏仁家的地步了 只是当时候从一 出生意外也没存起钱 所以女方要求买房子 但是又没得条件买的 然后最终是导致了分手 我的最要要求是人要在重庆年龄 在25到32岁之间都可以 身高一米六左右 体重120以下 不要太胖就可以 不接受利益 也不接受有孩子了 然后其他的家庭 收入那些都不重要 男嘉宾的择护要求 一 定居在重庆 未婚五小孩 二 年龄25到32岁之间 三 身高一米六零左右 体重120斤以下 好 那旁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曹辉玲 欢迎你 我想问一下 因为就是跟你的沟通当中 我们得知 你的前一段的情感经历 那这段感情对你来说 受到的这种打击大不大 还是有点 但是我觉得这麻烦的 还是要积极乐观一点 所以我今天保评那个发展游戏 真需要能够解决 国人的那个联案问题 目前的这个创业 应该算是小有成就了 不算有成就一般 创业几年了 我买收入系统都有八年了 那现在是自己在做 对 好像公司是不是就在这个附近 对 就在四小坡 那现在应该说是 生活相较稳定了 房子也买了是吗 对的 对的 就是比较稳定 稍微稳定点来考虑 这个谈恋爱的事情 结婚的事情 我有看到在你的 择偶要求当中呢 你有提到 不喜欢胖的女生 对的 我觉得男外 可能一般的对外表 都发生有点要求吧 然后别的我就无所谓 你是对身材要求比较高呢 还是对这个外在的形象 就长相要求比较高 也不是比较高 算一般就要的了 其他除了对这个外在 形象有要求之外 其他就没有要求了吗 因为我们是做转件 然后跟互联网有关 然后我平时比较关注 经济政治 科技的那些东西 如果她也敢去 当然我觉得 女儿像喜欢科技 或者那些都可能比较少 比较少 她有她的兴趣 没关系的 然后我也可以去 学她的兴趣 可能也会喜欢上 那个没得关系的 所以其他都没得 那个好大的要求的 好 我也知道 今天应该是已经把 吃午饭的地方 都提前安排好了 对对 是的 非常地贴心 怎么会想到有这个举动呢 因为传了那么多年 自己主持 可能靠着实行的 就稍微仔细一点 她看来应该是一个 很会照顾人的人 对头对头 虽然跟主持人 也是初次相似 但是她也发现了 比较照顾人 那今天的女嘉宾 又能否达到 男嘉宾的要求呢 大家好 我叫朱娟 我今年31岁 我身高一米六一 体重98斤 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是金融行业 月收入大概在 五六千块钱的样子 本期教我女嘉宾 朱娟31岁 身高一米六一 职业金融行业 月收入五千到六千元 欢迎状况未婚 我之前呢 她那一个五六年 但是由于时间太长 老汤了 时间太长了 还没结婚 后面她都跟 另外一个女儿在一起了 后面都没跟我在一起了 所以说我觉得 我的感情还是在手上 我希望找一个 她有一定经济条件 然后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有感觉 有感觉是最重要的 其实其他的年龄 身高都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要有感觉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身高无所谓 二 有感觉 然后旁边这位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我们的朱小姐 其实我有注意到 朱娟给到的 这个择偶要求里边 其实也是比较模糊的 但是呢 我还想知道一些 详细的情况 我们现在说说 这个收入好不好 就是什么叫做 有一定的经济收入 一万块以上吧 一万块以上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要求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们两个 都没钱的话 那就我没有办法生活了 就是觉得 可能一万块以上 再加上你的收入 你会觉得 这样的生活 是能够开销 就能够把正常的家庭 运转起来的 其实我并不要求 就是要过得 很大富大贵什么的 我觉得我的要求 就是找一个我喜欢的 她也喜欢我的 然后呢 就是经济方面过得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你喜欢的 是有没有一些标准 比如说 对这个形象上面 是不是个颜值控 其实我不算是 一个颜值控吧 但是就是最关键的是 我要喜欢 要有感觉 但是这个可能说起来 有点空洞 但是也许你不一定很帅 我们来细化好不好 比如说身高 其实不是特别的要求 但是呢 可能还是要比我高吧 比你高就可以了 对对 好 那这个身材呢 就是也没有特别的要求 只要不是那种特别胖 或者特别瘦那种 就可以了 特别极端的那种 你接受不了 对对对 年龄呢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特定的 比我小也好 比我大也好 这个说不清楚 你以前31岁吗 对对对 你觉得比你小多少岁的 可能比我小个四五岁 也可以接受啊 可以接受的 小个十岁这种呢 如果她能接受 我也能接受啊 应该是个爱情至上的姑娘 对对对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 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要求 未来的另一半 必须是一个身高 一米六左右 而且体重 一定要在120斤以下 除此之外呢 工作啊 家境啊 什么的都不挑 说白了就是希望找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漂亮的女生 我们的编导呢 也是非常的努力了 你看一下我们女嘉宾的 这个条件 身高一米六一 体重九十八斤 就可以知道 完全是严格按照 男嘉宾的要求来的 目前看来呢 我们女嘉宾的颜值 还是不错的 那么今天两个人 相亲的过程 会是怎样呢 好 有没有看到 现在在那个 就是那个地方 然后呢 一个穿 枣红色衬衫的男士 坐在那里的 看得清楚吗 不近视吧 不近视看得清楚 看得清楚 点评一下 第一印象评价一下 怎么说呢 还行吧 还行 就是觉得演员上面是 演员上面就是不讨厌 不讨厌 就是不会马上排斥 那种 就你是愿意 直接跟她做进一步的 了解的那种 是吧 还可以 她今天穿的那种衬衫 下面肯定就是那种 休闲西裤 这样子穿着打扮 你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没有什么 很特别的 我觉得还行吧 还行 是OK的 因为我看你今天穿的 是相对要休闲一些的 因为有些嘉宾 他会比较 就是对另外一半的 穿衣风格 他会有一些挑剔 所以我不知道 你对这样的 有没有 我觉得还好吧 就是 好的 就是一般 普通人都是这样穿的 可以接受 对 好 那我们就走过去 正式见面 男嘉宾 要不我们出来好不好 来 走出来 来 男嘉宾过来 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 朱小姐 男嘉宾曹先生 握个手认识一下 好 等久了没 没有没有 没有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心情怎么样 还行 还行 紧不紧张吗 不是很紧张 等待的时候不是很紧张 那现在见到我们女嘉宾了呢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反而可能见到就紧张了 看到女嘉宾的第一印象 感觉非常好 然后身高啊 身材啊 就都比较满意 还不错 旁边呢 这个就是男嘉宾 应该也知道了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现在都快一点钟了 我们赶紧去把饭吃了吧 那么女嘉宾的意见 可以啊 没问题 刚刚男嘉宾坐在这个地方等你 就是他事先准 已经做好准备了 找了一家餐厅 男嘉宾呢 其实还是一个 其实挺会照顾人 也特别细心周到的一个男生 反正一会儿呢 两个人坐下来 可以边吃边聊好不好 然后呢 有什么想问的 想说的 都可以呢 尽管地提出来 好不好 那就男嘉宾安排一下 带我们女嘉宾进去吧 好的 坐边去吧 我对她的第一印象 刚刚人都说 很远的地方看起 看不太清楚 走近了看呢 反正还可以 就是说不是我讨厌的旅行 虽然女嘉宾 对男嘉宾的印象 不如男嘉宾对她的好 但在坐下来准备吃饭时 男嘉宾的一个举动 却让两人之间的氛围 好了许多 现在撒不撒菜 不不不 现在撒不撒菜 撒不撒菜 对 你已经把菜都点好了吗 点了 对 点了撒菜 刚刚第一人来说点的 对 你要不要那个问问 征求一下女嘉宾的预见 就是换你点的 而且她不喜欢吃个桃吧 或者她有什么忌口的 没关系 然后你要不要让男嘉宾看一下菜单 没关系她点好了就点好了嘛 就是无所谓的 就是OK 她不撒 因为我们有什么横跳 她现在没有录 现在没有录啊 我们现在再录起的 哈哈哈哈 我们是真人秀节目 随时都会 尽头都是会把这录制下来的 哈哈 不但是男生呢 确实是一个那种 可能想把今天很多东西 把她安排好 对 安排好 但是那我就觉得 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多这么一个小许多 你第一次听我了 以后都可以听她的 哎哟 哎哟 就拿出了这个霸道总裁的气势出来 行吗 那你们这聊天也不多 打扰两个了 好不好 我觉得那个男娃呢 还是很实行 反正通过一些时间嘛 她做事还是很走道 平时时间比较多 我也经常会看那个犯人游戏 通过她的公众号看 然后我看了一期节目 我特别 有一期犯人游戏来的 我特别那个 她一个小时 满好多时间内 挣了十个钱 然后她就洗碗 又挣了十个钱 然后呢 说用那十个钱去抓住 然后呢 女嘉宾会看中那个 我觉得 像那个女儿 她当岁数根本不合适 但是我觉得她那种成熟度 或者那种理念 理财的那种关联 我是很远同的 她谁说好大吗 重点是她理财的关联 她说了一个小时挣十个钱 我十几十个钱 我都已经住到那种程度了 其他重点 就是说用那十个钱来抓住 那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从农村来 然后本来资本就不多 有钱了过后 我肯定百分之百不存钱 因为我愿意把那个钱 拿来可能投资 在我的那个事业方面 然后来把它做 然后发生一些 很多人都说 哎呀我的爱好就是你 哪个都想出去刷 是吧 但是你要有那个条件 实际上那种那个事 就是我觉得是 那方面我们要去思考 还比较喜欢科技一些那个东西 包括家里面买投赢啊下啊 但我喜欢那些的目的 我就是总结一下 就是我们的人生 一个人一辈子 要能够过过得好 我们就是要结合 是一下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包括以后培养娃儿 我可能也不光 让他修习书本上的知识 要让他晓得 当下那些那些东西是你必须 应该去掌握的 我觉得像我们农村出来的 市区在哪里呢 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们十几岁或者十多岁 读书中的时候 就掌握到的那些东西 信息量 就比人家乘头的玩意要少些 我觉得凭我们的聪明才做 我觉得如果不应该就是 到三十多岁拿菜 买得去房子啊搞那些 男女嘉宾聊天的过程非常有意思 我发现男嘉宾才是我们的 资深情感观察员 他首先点评的是 我们嘉宾的一些行为 比如说有的嘉宾在节目里面 展现自己快三十了 挣十块钱还很难 而自己呢十几岁的时候 就能够挣到十块钱 就对比之下 自己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同时呢也不能说批评 至少说提出了一点意见 就说有的嘉宾很喜欢说 自己喜欢旅游 可是呢你们有钱吗 你们经济自由了吗 就在说自己喜欢旅游 他自己可不是这样的人 他对未来是非常有规划的 就想着怎么样创业 怎么样能够发展得更大 就把自己夸了一番 忠心思想呢就是 虽然我出生农村 但是呢我勤劳致富 而且我有聪明才智 如果不是因为 早年是在乡村里面读书的话 我现在早就发达了 不至于三十岁以后才买房子 这一番连消带打 我不知道女嘉宾 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是可能一般的女生都会听懂了 这个言下之意呢 就是我来上节目 我还是优秀过百分之八十的嘉宾的 比如说 比如说 像我老爸说 想起来也想了不少 我经常会问 女嘉宾的就是那个 比如说你有钱了 你是先买房子还是先买材质 你用我言 先买房子 对对对 那点很意思 因为我家妈有黑头浪玩 他可能觉得先买材质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 房子更重要 因为材质是消耗品 你买过来 他都在了一半的家 而房子它是一个政治品 而且房子是必须要 材质是口有口 口无的东西 对对对 我那点我们的观点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然后理由也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但是多数人 他可能不晓 他不不运 他不觉得 可能他觉得材质 买来从门面 来过来 我觉得材质买来 从门面来 要看他是主要这行业的 因为有一些行业 他可能会需要到 他必须要 先把个人包装好了 可能才会 阻碍到更多的业 或者生意 他有一些行业 可能他都觉得 打个比方 别人跟你住 但是别人觉得 你完全没有能力的 没有经济能力的 可能都不想跟你两个住了 好 但是 他如果把个人包装好了 可能别人都愿意跟你住 也有那种可能性 但是如果我们从事的工作 并不是需要那种的话 我觉得没得表示 先买车子 对 这个我还是能够理解 因为因为很多人玩 我说嘛 他都是说你要先买车子 因为房子 我发生有地方住了现在 但是车子是我每天出去见人的 我理解 对 多数可能是你那种 都像女儿的化妆器一样 我完全不认同 我完全不认同 都像女儿的化妆器一样 他如果说 他没得化妆器 他不化妆 可能他想解释另一半 可能都解释不到更好的另一半 那么他可能买了化妆品 把那个钱拿来买了化妆品 可能他把妆算好了 可能都对他以后 所认识的人会更有帮助或者是好处 可能是这样子的 反正很多人玩是个的 他需要免责 但是我还是个人认为 还是试鸡点吗 还是先买房子 对 我们两个人也觉得 完全一样的 还好 他的一些价值观 也有个了解 其实跟我还是很接近 我觉得 我看到还有就是 对经济方面的设置品方面 我事先让我把它说清楚 就是说 我的消费观 我不都会接受那种 消费上万的设置品 在我看来 我是能够觉得 如果说 我有那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买贵的设置品 但是如果我没在 那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之下的话 那么我肯定也不会去买 那种贵的设置品 那个要根据个人 当时的经济能力来的 如果说我现在很有钱的 那么我为了只不买贵的 你买好的 你让个人享受 还来 那我找钱来干啥子 但是如果我现在 没得钱的话 我还把钱拿起来 那个说也可有可付的东西 那种设置品的话 顺序叫做浪费 你还不如留情去 想要我明天吃 什么都跟市集的生活吗 就说这个要根据 市集情况来的 对 我听到那就是 要根据不同的阶段 对 就是对赛次品的一方面的话 也他觉得是没得比 要买赛次品 而我觉得也是 如果在有钱的情况之下 钱多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可以买 钱赚的都是享受的 福利来了 私家车到空港皮革时装城 即可赠送价值168元的 羊毛围巾一条 购物满1000元 送邮费50元 满2000以上 送邮费100元 这么给力的福利 够时尚东庄 就到空港逛一逛 那通过这样的了解之后 他对女嘉宾的印象如何呢 女嘉宾现在上厕所去了 简单跟你了解一下 跟你嘉宾聊完后的印象怎么样 还可以 还不错 还不错 哪些方面觉得不错 比如刚才是 先买车子 先买房子 那个问题 我们的价值观很像 价值观 并且我们分析的原因 也是一模一样的 但它毕竟是 金融的涵量 我觉得它肯定也是 那种培训 企业有培训 比较会理财 是吧 对 那个我觉得很重要 目前觉得 两个人价值观是符合的 然后对他的 也肯定有加分是吧 对他的印象就很好 我们来打个分 从你见面到现在 满分十分 给女嘉宾 你打多少分 九分也少 九分以上 接近满分了 是吧 对 那行 那既然目前对他的 整个感觉这么好 那就自己好好把握 好不好 还是要继续保持 现有的状态 好不好 注意细节 好的 显然此时男嘉宾 对女嘉宾的印象 是非常不错 那女嘉宾呢 她对男嘉宾的印象又如何呢 现在呢已经吃完饭了 然后我看你们就是吃饭之前 包括吃饭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相处都还不错 那我想问一下 对他的印象怎么样 我对他的印象还好吧 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细心那种 而且呢也是比较接地气那种 只是说我们跟他聊的不是很多 我现在对他的家庭和工作这些 都不是很了解 就是你可能想要对他的工作 以及他的家庭方面 再做一些更深的了解 是不是 对 那如果你想了解这些 你其实可以直接 有什么问题 向他去询问呢 听说他那个工作的地方 就在十条步 不知道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你是想要去看看 他工作的一个环境 然后通过工作的一个环境 来做一些了解跟判断 是这样子吗 对 那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我们得问一下 男嘉宾的意见 好不好 看看他怎么想的 那男嘉宾会同意 女嘉宾的提议们 有个问题想跟你沟通一下 我先问一下你 吃饭饭后对他的印象 是更好了 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更好了吧 更好了是吧 对 那刚才吃饭之前 都是将近满分了 那现在呢 爆表了 就是已经比十分还要高了 是吧 然后那我 跟你沟通一个事情 刚刚女嘉宾呢 他跟我们反映 首先呢 对你的印象也是非常的好的 但是他可能想对你 在做更深一些的了解 比如你的家庭 比如你的工作 然后他有提到说 你应该就在十条铺是吧 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店 然后他提出 可不可以去看一下 就在十条铺 但是我们那个 没有门市的 是一个办公室 可以去看一下 没有门市 对 就是在 是十条铺的电脑城里边吗 在对面 云南山多 反正是有一个办公的地点 对 对吧 可以去看 那行 那要不然你就带个路 我们就去那边先看一下 好 好不好 好 行 那你就把你家庭邀请吧 你一路走 好吧 女嘉宾 我还下午安排 先去十条铺 我工作的地方 可以看一下 然后了解一下 我实际生活中 是干什么的 这样更真实 更多的人了解 可以 那行 那我们就换地方了 走吧 吃完午饭过后 我们的女嘉宾 是突然提出来 要去看一下 男嘉宾的办公地点 那么这个办公地点 看完之后 男嘉宾的工作 是否能够 让我们的女嘉宾满意呢 这个时间 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我们要感谢 虫草清肺胶囊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 凶闷 请用虫草清肺胶囊 那同时呢 我们还要感谢 中凉山矿泉水 对于本栏目的奖品赞助 重庆有好水 就在中凉山 优质好水 真矿泉 中凉山矿泉水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节目 现在来到来就是 我们住的办公司 其中的消遣 我看见门口上面 有创业者的家园 这里边 这里边是床 有福化院里面 有很多很多公司 然后各自一家一家 然后住在我们 有点软 相当的 平时就是你一个人吗 公司总共三十个人 然后三四个 三四个人 然后重点呢 都是大家都是 要做个万能工 要回业务 要守候 还要回修机器 那你们这三四个人 是什么关系 合作关系呢 还是他们是你的员工 或者怎么的 我们现在是合作关系 然后那个合作关系 我们是 我们就是 合酒比分 分酒比合的那种 那种那个 然后意思就是 我们如果 比如说 大那个工程 比如说一个厂厅 他有好几层的 学步行 那些我们都 打得起来 然后我那边呢 我个人总店 负责那个收音机 收音机由我 进入和 组装 然后到 小手 他们买出去的这个 都从我那边 我批发给他 他们拿接 哪个是你的办公桌 这个 这个是你办公桌 都很乱 很乱 原因是什么呢 不知道要拿 不是平时可能 我们其实我们 到办公室的时间 都很少 然后你们一般 都在跑业务 对对对 要出去跑业务 还有办公室 主要是 我们不是说 我们办公室 拿来我们自己 坐在这里面休息的 不是 我们主要是 拿来做 放一些样品 客服来看 还有个 我们自己 要在这里 研发一些新的东西 可能 他的办公室 我觉得还是有点惊讶 因为也跟我 想想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 环境嘛 有点小 然后里面 还是有点乱 八年的时间 我对他们的见解 我还是 就是说 还有一个就是 我对他的信心 还是满足的 所以我希望 女嘉宾 能够了解到了 就是我的这份 事业虽然现在不大 但是还是有希望 并且通过这八年 确实 还是有一点进步 你才有那么大点的吗 不是不是 这个才出来多久 这个 这个去年才出来 然后那现在 你们一个月 基本上能收益怎么样 那我现在的收入的话 一个月 就一万块钱左右 他这个 现在这个一台 这是大概多少钱吗 这个不好说 我们卖出去 可以很便宜 就一千多 都可以卖出去 所以平时 你还会自己搞 一些研发方面的东西 对 这个机器打开里面 全部所有的配件 都是我从工厂进的 我为什么给编导书不到家里面去 因为我家里面可能也堆了这些东西 但这个我在想 这个也不能够是长期这样子下去 包括我家里面那些货 我到时候肯定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车库 我打算把另外一个车库 然后做出来 弄成库房 然后把货就放在里面 这个我都有安排 这个都有想到的 像这个东西 弄起来很难的 那我们也找了 重新的工厂合作 合作弄出来 那它以后 他们工厂出的 带刷脸的所有的设备 我就要占股份 还是个潜力股 男嘉宾 你这个属于什么呢 自己有一门技术 然后还能够把技术 转化成生活的来源 其实这已经很不错 因为我觉得人 这个人在社会上面 有一技之长特别的重要 像这样的男嘉宾 就属于 你永远不会担心 他没有赚钱的能力 挺好的 你嘉宾看看 有没有什么还想了解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像你比如说父母什么的 所以你还有些家庭方面 是你想要了解 是不是 对 要不然我们这样 因为这个地方呢 确实比较狭小 我们要不要换一个地方 坐下来 然后再深入地 把这些问题聊透 好不好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 利于两个人的沟通 他对工作方面 一谈到工作也 他都说的也滔滔不绝 我觉得也 从哪一方面呢 能够看出他是一个 很有上进心的人吗 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一点还是还不错 参观完男嘉宾的工作地点之后 女嘉宾对她的印象 变好了一些 便主动提出 再做一番了解 不知道这最后的深入了解 会影响两人的 相亲结局吗 福利来了 这四家车到空港皮革时装城 即可赠送价值168元的羊毛围巾一条 购物满1000元 送邮费50元 满2000以上 送邮费100元 这么给力的福利 购时尚东庄 就到空港逛一逛 11月23号 真诚家家居大联盟在国博会展中心盛大开业 现在拨打电话 88元 抢购真诚家的99张会员卡 真诚家为您全房免费设计 全房家居平会员卡 原价69900元 利捡3万元 只需39900元 还送联盟价19800元的 主次卧定制衣柜定设鞋柜 这还不算价值11000元的 海尔三大电器也免费送给您 名额仅限10月23号 10点58分至13点58分 三小时的前99名夜桌 赶紧拨打02367286866 02367286866 提前抢定吧 我想问海尔都是 你现在是住的了 在大住口 在毛鲜河附近 哪个房子是你住的房子吗 是买的吗 买的房子 人家住到大住口 然后每天上班到这边呢 不愿 不愿 其实上不愿 开始是几分钟 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会不会一般的 比如会不会送给女生一些 小礼物呀 或者小经纪呀 那种会不会 肯定会 就是说你平时还是 有住过这种方便的这个呢 对对对 你刚才问我 说是不方便的 然后来现在在老家 今天才稍微把那个 我们的老房子分散了一道 只要身体硬朗 可能长期都会带老家 六几个兄弟子 然后我只有一个 我只有一个亲的姐姐 其他都是 我们的一辈 我是排行十三 最小的一个 但我们都是那些 都是数量的堂兄 哦哦哦 都说堂兄堂弟那些 反正都你是排到最小的一个 最小的一个 我想问一下你 像你大堂口那边的房子 你是好久买的 15年第一的时候买的 我绝对晓不得当 我入住 半斤切用两年了 那还好你那个时候买的 因为过了一年嘛 两年都长假了 对啊 你做这个汉的 你很了解 然后我也很清醒 说实话 真的交朋友太重要了 就是身边那些 介绍的那些人 很重要 我也很清醒 但是和我们一起 做生意的那个 这个国子它是比我们大 然后他经常都在看房子 然后我们在第一间房子 转到他们来说 通过网上我也了解 他确实是这个 但是你正确 是吧 利率是可以打折 然后 收费是可以降低 是可以量成 所以那时候买 比较划算 我认为是 那时候买的吗 好多吃什么吃 算一下 我们用床的那些蛋就差不多 四千多 然后我买的是那种 小友情 搞出来的 有五十多平方 他都没想嫁给你 那可以 还好你哪个手买了 如果你哪个手没买的话 现在 我一辈子都买不起了 你也不能买一辈子 现在那个是 那个银行 苹果 现在的那个 来接的都是 别多晚 收负都要找三十多晚 你当时收负找了钱 收负我好像找了 十万块钱左右 然后装修十万 然后找了十万 然后现在越贡 是两千七左右 我学的那种 越缓越少的那种 然后我有个糖果 它是从均匀方面 学越坏越多 他说你每个月换 西产换一样多 那种西产还包上一些 但那个的话 可能如果是一般的 可能他算不成那个账 但是我可能想到 就是以后结婚有孩子 然后家庭的开始会大 然后如果等到我 以后比如七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那时候还得换那个 是不过也没大知道 因为我也理解你当时的想法 就是说我现在既然有钱 我多换点 因为以后的事情 哪个也说不清楚 万一哪个时候 我身体做得不好了 我还要换能够多的话 所以说我尽量把 我现在觉得我能够 能够 支付的东西 我把它付了 以后少换点 万一以后不好 是不是 因为你是一个 我觉得回味以后 考虑的还是比较长远 然后也会打算以后的 人都不是那种 我先够了 今天再说 我的那种 真的 我觉得人来还可以 但是唯一的就是可能差点感觉 其实本身来说我喜欢比较老师 有三级 他两个都符合了 而且相关 他的相关对于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跟我也差不多 只是说可能现在差一点点感觉 可能要考虑一下嘛 那个东西 那面对女嘉宾这样的想法 男嘉宾会作何反应呢 其实今天一整天 你对我们女嘉宾 应该说是印象都非常的好 那现在印象也很好 很好很好 真的是很好 主要是相关 几乎完全一致 你觉得完美 对对对 我刚才还说到 对小孩的教育 我刚才说到都几乎相同 想没有知道女生对你的感觉 特别想知道 紧张吗 我要告诉你 你觉得紧张吗 你觉得会怎么样吗 你猜一猜 就是两个人接出来 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 应该还不错吧 应该还不错 女嘉宾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当然对你这个人 肯定是认可的 但可能今天第一次见面 确实还缺少了一些恋爱的感觉 就可能缺少了一些心动的感觉 那么所以我们也想过来问问你 就是女嘉宾目前的一个感受 那你自己这方面 愿不愿意去做一些最后的努力 这个第一面就要有好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这太难了呀 那你愿不愿意去做回这个努力 愿意的 愿意的 那有没有想好要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女嘉宾 我刚才也说了我好 幼稚的东西 我又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接受去做 那有没有问题的 去给他准备一个小礼物 好 那你去准备小礼物的这个同时呢 也想一想 一会儿 这个表白的话怎么说 好不好 好的好的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那男嘉宾最后的这个争取 是否能够起到效果呢 他们的牵手结果又会如何呢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我们要感谢虫草清灰浆囊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船 凶闷 请用虫草清费浇囊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节目 好 那个两个人呢 相识了一整天 应该说今天呢 相亲还是非常的顺利的 整个气氛呢 也是比较融洽的 我们的男嘉宾呢 也是明确地告诉我们 对我们的女嘉宾 颇有好感 非常的认可你 觉得你跟她的三观 也是非常的匹配的 那么男嘉宾呢 也是决定 想要在最后这个时间 做一些争取 是吧 对 然后刚刚呢 也是去买了一个 小礼物吧 然后呢 也准备了一些话 想要来告诉我们女嘉宾 那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了 今天通过一天的结束 我感觉真的影响特别特别好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是蛋糕 然后希望我们 有一个很甜蜜的开始 送给你 每次这个时候啊 我都要出来 不要打断你们两个 是这样子的 男嘉宾呢 准备了一个小蛋糕 想要送给我们的女嘉宾 也是希望呢 未来二位能有一个 甜甜蜜蜜的开始 是吧 这寓意非常的好 那今天可能更多的选择权 是在我们女嘉宾的手上 因为男嘉宾的心意 是非常明确了 好 那么这个时间 我想问一下 我们的女嘉宾 现在心里面有答案了吗 有答案了 好 那么一会儿呢 我会数三声 三声之后 如果你愿意接受 这一块 代表着甜甜蜜蜜 开始的蛋糕 那么就代表 今天牵手成功 愿意赶男嘉宾一次 深入了解的机会 大家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是吧 那如果说 你选择转身离开 不接受蛋糕 则代表今天 相亲失败 明白了吗 明白 好 女嘉宾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的 三 二 一 女嘉宾请做选择 好 今天的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男嘉宾今天非常危险 你的那些侃侃而谈 其实贬低一下别人 然后提升一下自己 在女生看来 她不会觉得 你真的是一个睿智的人 她有时候会觉得 你在展示一个 你认为很棒的能力 可是我不见得会认同她 同时呢 关于那些奢侈品啊 车呀 这些问题 女生心里 也不一定会认为 这些问题有多么的高明 其实你就是想 确定我是一个勤俭持家 而且不买奢侈品的人而已 理论上是这样的 我们女生也会承认 我们是这样的人 可是我们并不一定 喜欢男生这样来问 也不一定喜欢 男生你就真的 持这样的观点 如果你真的要买 奢侈品包包给女生的话 可能他还会是觉得 你乱花钱 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对不对 但是男嘉宾是最后 如何挽回颓势的呢 他是去买了一份甜品 来表白 女嘉宾在感动的 这个情形之下 决定我们还是可以 先交往了解 内心对男嘉宾 有多有感觉 大家其实都看在眼里 是欠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同时呢 我们要感谢 虫草清肺胶囊 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秋天壳 冬天壳 气喘凶闷 请用虫草清肺胶囊 那同时呢 我们还要感谢 中凉山矿泉水 对于本栏目的奖品赞助 重新有好水 就在中凉山 优质好水 真矿泉 中凉山矿泉水 好了 那么这个时间 把我们的口号喊出来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凡人有喜 感谢观看